冬冲是应对未来农历新年的可能发生的人流高宫期 和B6巴士站的搬迁有些最新的进展是跟大家汇报的 首先讲讲我们B6巴士站的搬迁的安排 B6巴士站过去大家有留意 我一直都是要求政府搬迁这个巴士站 因为它太近民居 导致过去一些人流都会在广场附近停留 最新的情况是经过我们区议会和政府方面又开个会 在区议会又作过讨论之后 最近政府终于就着B6巴士站的搬迁 设计了三个不同位置的方案 正式给我们区议会的同事去作一个考虑 我已经就这三个方案选取了我的一个选择 就是会在达东路的公厅旁边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认为是最适合可以搬迁这个B6巴士站 我亦都在达早前和我们区议会的一些关注这件事的同事 是做过一些磋商 那大家基本上都倾向同意我这个选择 就是达东路的公厅旁边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评估过 因为三个不同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有好有坏 我们只能够经过评估影响是最小的 亦都是最容易做的 那我们是选取了这个方案 那我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区议会同事 一起向政府表达了 减选达东路公厅旁边这个位置 去进行B6搬迁巴士站的安排 那最近我都在和政府方面沟通 要求他尽快听了我们区议员的一些意见 去将这个搬迁的方案是正式落实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情况和大家汇报 第二件事和大家汇报 就是应对农历新年人流高公期的安排 那早前我们看到 无论是特区政府和内地政府的措施的配合下 我们见到是有所成效的 那东涌的那个旅客的人流是稍有改善 那我们见到甚至乎元旦的时候 都情况的确是受到控制的 那但是呢 未来是农历新年 我亦都有和 无论是特区政府或者是内地政府 我都有和他们沟通 再三要求表达就是 应对农历新年东涌的内地旅客 那个人流的控制继续要加紧 那措施方面继续要配合 希望做好那个人流的管理 就千万不要再出现之前 那个所谓逼爆东涌的情况 那其实呢 这方面呢 我们过去看到呢 有一些的措施呢 都是见到成效 包括那个金巴的一些限购车票的安排呢 都是有所成效的 甚至乎早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一些谣言说限购会取消 但是这个已经呢 我亦都和相关方面沟通了 是得到一个确认呢 是谣言来的而已 就没有这样的事 那我就再三呢 和政府呢 再三铺陈呢 农历新年的人流高峰期 必需要应对好 现在的措施要继续 那希望呢 做好这个人流的管理 也都再三敦促呢 香港口岸呢 呢 上盖的发展呢 应该要尽快进行 不能够呢 放在柜桶底 因为政府其实 几年前做完公众参与之后 真的放在柜桶底 没有做过 那我们希望呢 他尽快做好香港口岸 整个上盖的发展 做好零售和娱乐配套呢 那我相信呢 才是最有效的解决 那个 那个 旅客人流的那个问题的 那大致上就这样 我看下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 OK 好 好 可以 可以 这个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d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move the B6 bus stop to the location we proposed, which is near Datong Road. The reason why I say so, because the current location is not appropriate. It's right next to where the residents live. So I think I also talked to and liaise with other colleagues of the Island District Council. And almost many of us agree with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move the B6 bus stop to a new location near Datong Road. So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is arrang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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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